法官影控方的要求 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4日 以便办理转介到其他法院的文件 被告梁淑貞继续准以10万元保释外出 案情指出 被告事不在06至07年间 事不欺骗两名学生家长 借出45万元 又事不偷窃另一个家长10万元 军美学校在09年4月 被家长揭发财政混乱 当时梁淑貞以军美办学团底校监的身份 以捆绑式合约 促使校方购买去提供的资讯科技等服务 梁淑貞在同年5月宣布放弃办学权 教育局将军美判给福建中学折扮 改名为福建中学附属学校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谢汉成报道